老本儿喜欢吃萝卜,大家都晓得了 上次做了那么多,他灌过来做化肉了 没吃过瘾 今天他又给我买十几斤萝卜 让我这回多整一点 这个腌制萝卜看起来才漂亮哦 那是红彤彤的 先放清水给它清洗干净 这个就跟小娃儿的脸蛋一样的漂亮 这个萝卜硬硬硬给它削下来 但是不要丢掉 咱们就到泡菜团子里面泡起 这个虾西饭该也得很 全部洗干净了还是有点多的 这样我们就要开始来切了 直接把它切成厚一点的片 这个萝卜不好 这个就有点空心了 这个片全部切好过后 就把它切成条不要切断 切好过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注意看我的手法 这样切一刀翻过来 切一刀再翻过来 反正就是这样切也很简单 这个切好了又放回这个薄根头 你看我们挤下 就把这个萝卜全部都切完了 上次我们是用宜家瓜的 这回我看天气预报 天气预报没有雨 然后我们就把它挂在这外面 会干的快一点 给它撸一下晚上 反正有丰富的地方 就给它插进去 这根树子是黑桃树 我刚才在跟甘子树上面挂门的 这个萝卜这样子挂起来过后 一般封过三到四天就干了 因为晚上我们不用收的 有露水直接会把它露烟 这个萝卜已经日晒雨露了两天 我们继续让它挂在这里就可以了 基本上已经全部掉下来了 我们封的这个萝卜已经封来差不多了 不能封太干了 如果是直接拌点吃的话 这样把它收我了 如果我们把它封来保存的话 就要封来干一点 要不然要长霉的 喊萝卜出来跟我拍一下 又偷了别的几个杆子 太搞笑了 这个萝卜今天我选了一点风的比较干的 还有一些风的不是很干 我们把它拿回去继续晒一下 这里差不多就有三分之一了 这样把它切断 大家如果是要封来放的比较久的时间的话 一定要把它封得很干 要不然要长霉了哈 全部撕成结后加入开水给它烫一下 这一步不是把这个萝卜干给它泡脏 主要是给它杀菌消毒烫洗干净 因为这个萝卜干本来就没有晒到很干的 烫洗好过后给它控一下水 趁热的时候给它加入一勺贝糖 用筷子给它烤转 这样子贝糖才化得开 冷却后调味盐 骨干酸辣 花椒粉 上次我们做的是这个干啤啤的麻辣 这次我们来整点红油麻辣 五香粉一点点 红油辣椒里面的辣椒 尽量不要要油 就要这个辣椒拌上去才香 下面给它拌匀就可以了 这个就已经拌好了 除了流口水以外 我什么都看不到 只知道咽口水 安逸山 然后拿个瓶瓶给老板钻起来 这样子做好工 一般过过半个月都没有问题的 等老板拿个楼上去 他想吃的时候 就整两根比较解馋 这个东西就是 我们来这个麻辣萝卜根就做好了 那么多萝卜就只能做三瓶 这些是三分之一嘛 我现在帮你们尝一下味道怎么样 因为老板逛街去了还没回来 听声音你们都已经听出来了 非常的脆爽 你们猜猜看老板会不会喜欢吃呢 我觉得麻辣萝也刚刚好带着一点点回甜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要拿这个去哄老板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